好 这也是一个秘密 这个整个超商竟然唱空城记 真是太神奇了 在桃园中立这个便利商店 其中的店员上班途中 放着整家店不管 自己跑出去溜搭 一直到早上六点前 远景接到通知 赶来查看 发现不得了 这个超商整家没有人雇电 就担心有人闯进来偷东西 所以警察只好暂时当起了临时店员 直到主管赶到现场 就是这家位于中立闹区的便利商店 一大早就上演了一出空城记 店员趁着清晨顾客少 抛下整家店不管 让许多早起购物的民众 苦苦等不到人来结账 中管就是7点15分的时候 接获民众报案 称某超商没有店员 接班的人还没来的时候 可能也在路上 然后他临时接班的员工 就跟他讲说他家有事 要临时先要回家 巡逻经过的警察 发现整家店 一个店员都没有 担心超商的商品会被偷走 于是主动留下来看店 从早上7点15分 一直顾到了7点55分 足足当了快一个小时的超商店员 才等到超商主管来接班 刚好有顾客要上门 然后我们就跟顾客讲说 到其他的超商购物 这时候也积极跟店员 还有店家来做个联系 面对员工落跑这种情况 超商主管也只能摇摇头 好在清点财务后并没有损失 只希望失踪的员工快点回来 把事情说清楚讲明白 没有讲什么原因要跑掉 应该是个人失事 个人失事也要交代一下 要不然这个整个店里 我们现在还在理清楚 还在找 警方表示 为民服务是他们的义务 但发现超商竟然有员工落跑 这也实在太离谱了 记者简正峰 宇川桃源采访报道 好